美方对伊朗奉行极限施压,是伊核问题出现危机的根源,伊朗政府7日宣布,伊朗正在提高浓缩油生产风度。将不再受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对伊朗只能生产风度上限为3.67%浓缩油规定的限制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日对此作出回应,提醒伊朗要小心点。在7月8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,有来自路透社的记者就此事提问称。中方是否对伊朗的宣言感到担心?发言人耿爽在回应中表示。对伊朗宣布进一步减少旅行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承诺感到遗憾。同时呼吁有关各方通过对话解决相关问题,耿爽表示。 确保全面协议得到完整有效旅行,即是安理会决议的要求。也是解决伊核问题,缓解紧张局势的唯一现实有效途径。我们呼吁有关各方从大局和长远出发,保持克制。支持通过联委会机制,通过对话解决相关问题,为继续维护和执行全面协议创造条件。 与此同时,耿爽指出,美方对伊朗奉行极限施压,是伊核问题出现危机的根源。他说,美方不仅单方面退出协议,还通过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。 为伊朗及其他方面旅行协议制造越来越多的障碍,事实证明。单边霸凌行径已经成为日夜化的肿瘤,正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更多的问题和更大的危机。 耿爽呼吁,国际社会必须坚持多边主义。恪守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,通过平等对话来寻求有关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